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一体中心PNN 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这条库 还有灿烂时光节目 我们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式新闻一体中心PN的网站上面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库的网站上面 会有完整的节目的播出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谈这个议题 其实我相信关心环境 或者是关心台湾的整个生态的朋友 我想应该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了 也就是说经历过六次的审查 那环保署在这个前几天 也就是3月5号的时候 有条件通过了台东三原湾的 三原中旅滨海度假村 这个其实有时候念这个题目的时候 都觉得好多 为什么台东怎么一大堆的开发案 然后名字都非常非常的类似 那感觉好像挡了一个开发案之后呢 另外一个开发案又莫名其妙 或是在默默的过程当中 他又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审查 那这个开发案 其实它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 高达到26公顷 是在几年前非常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环保抗争运动当中的 美丽湾饭店的开发案的7倍 这样的一个三原中旅滨海度假村的 这个开发案 这个有条件通过环评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然后他对于整个台湾的环境生态 或者是在土地开发的这个部分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都要来跟他 邀请到地球公民基金会的蔡忠岳 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 来跟他谈这个议题 忠岳你好 管教师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不是先请中原来告诉我们 这个开发案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发案 为什么这个开发案环评 一通过之后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地球公民基金会就立刻发表了声明 然后也有很多人 对这个开发案 就感到非常的惊讶 其实三原中旅滨海度假村 它其实是位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丽湾度假村 大概邻近大概两公里的地方 面积是26公顷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张图 OK 三原中旅就是面积最大的 那我们最熟悉的美丽湾 其实是最小的 美丽湾的建筑体大概是一公顷做的范围 那三原中旅它的面积是26公顷 所以如果大家对美丽湾有印象 很多人说是美丽湾的四倍 可是我们对美丽湾的印象 多半都是那栋建筑物 所以它其实是那种建筑物范围的26倍 因为一公顷而已 那三原中旅它预计26公顷当中 有7公顷要做这些度假村 有500间的饭店 那其实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海湾 非常的临近 那不只是三原中旅 过去它曾经跟都来黄金海休闲度假村 也做过联席的审查 所以其实在三原湾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在提到有非常多的观光开发案 那三原中旅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那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开始 从美丽湾开始 关心整体花东海岸的观光开发 大型的开发案 当中第一个有条件通过 在环平的初审小组 初审的专案小组里面通过的 所以它其实是相当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那这个案子呢它在93年的时候 其实就通过环平了 那我们目前环平法的规范是 如果通过环平后 三年内没有动工的话 它要做环境差异分析 那意思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说我一块土地上面 如果环境影响评估 我们做好生态的 做好动物的 水域的 地质的调查之后 三年内有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在因此在相关条件当中 我们希望三年后 如果你要持续在做开发的话 那你要做环境差异的分析 那93年到现在 当然是非常长的距离了 所以一直到 99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在送件 做环境差异分析 那这个环境差异分析 在前天通过 其实是第七次的审查 所以其实一般环差 不太会审到这么久 所以代表说前面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些争议 那其实最大的事 是在102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曾经动工过 那现在的环境法规范是 如果我们在环差或环境没有通过前 它动工就是违法开挖 可是这家饭店非常不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美丽湾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的 那个时候102年 其实是最热的时候 但他们依然胆敢在环差 他自己在送审 可是同时也在动工 所以那时候被环保署 我们去把他检取之后 他被罚了40万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家公司 其实一来是觉得他很大胆 二来是觉得 为什么在一个现况下 我们对于海岸的保育 更加严谨的侵蹄器 他居然还是敢先违法动工 那当然这一次的通过 还要经过环评大会来做确认 那确认之后 他其实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施工的动作 所以我们也比较担心的是 这其实是刚刚讲的 这个花东海岸的这些开发案当中 第一个正式过关的 当然美丽湾都曾经环评都过关了 可是他因为到诉讼的范围 然后实际上都没有办法再做开发行为 那这个其实是很担心 他会有一个骨牌效应 那这个案子 其实刚刚周远提到说 他其实经历过了六次 或是七次的这样一个非常繁复的审查 那很显然 这样的一个经过这么大的审查 我们看到这个审查委员事实上 对这个开发案 他显然是有一些意见的 那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曾经存在过哪些的争议 而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大的审查 如果这么长的审查 如果这个开发案是好的 这个对环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或者他甚至是对于所谓的观光 都有正面的影响 那为什么还会建立过这么的过程 这么多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国家在做一个观光开发案的时候 常常会最后陷在环评 或者是刚刚这次在做环境差异分析的审查 其实有点可惜的是 因为环评或甚至环差 大部分都只能处理环境相班的问题 所以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提到 刚刚那张图显示的就是在一个区域内 有大量的共同开发案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审查只能针对单一开发案来做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整体的区域 这个3号就是苏兰的这个 三元东旅滨海度加村 那美丽湾在1号这个范围 那第一个是整体这个区域 目前东海岸的自来水的供应 其实是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地方都还是接山泉水 就接管率没有这么高 可是三元中旅在过去 其实一天大概要用到八百九十CMD 就是很大量的水 因为他们有五百间饭店 预估饭店的客人进来之后 会用到大量的用水 尤其其实经过统计 就是我们到观光地区 去住在度假村 住在民宿里面 用水量 垃圾量是平常在家里面的三倍 用水量是平常在家里的六倍 其实你自己想一下就知道 你到地方你也不会回收 东西就往垃圾丢 反正你会觉得不用钱 反正你也花了钱 对 那度假车里面泡个澡 也是理所当然 平常在家里零个浴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你想象一下也知道 确实在观光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用水 其实是过去在环境做环境審查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大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我们只对 进到环境差异分析之后 我们只对它的用水 它现在已经降到491CDM的用水来做审查 可是问题是它供水这件事情 它是这些开发案 它必须要一起供水啊 所以我们在环差的审查 只做一个开发案的供水问题审查 其实是应该做完整的调查 这个案子一直拖到去年的2月 才正式在重新请中研院的老师们 再去做地址的调查 那调查结果也是发现 里面确实有遗址 但是这个遗址 它说因为我开发26公顷当中 我们7公顷开发 它是在开发不是在要挖的地方 然后挖的时候 他们也会做一些措施 来做一些监看的动作 那这也是我们在环境整体的审查当中 其实很困难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并没有规范说 如果我除非挖下去的地方是遗址 我这个地方必须要换位置 可是也没有说不能开 我换位置之后就可以做 所以其实对于开发商来讲 他只是在这个差异分析当中 做更完整的评估 然后我把位置闪掉了之后 基本上它就是过关的情况 因为我们对于整体的 比如说我们对于文化资产的审查 其实就放在它有没有挖到而已 可是回过头来 真的在作文史研究的人 会提到就是比如说文化资产 挖到的时候到底是挖出来 放在博物馆好 还是放在县地好 还是根本不要动它好 可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 它是没有办法讨论的 它只能针对于文字法的规范 来做更完整的一些 跟依法来做一些处理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文化遗址 跟用水的问题之外 过去在海岸的开发案当中 污水处理一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尤其是之前美丽湾 它最后已经承诺到它 用三级薄末的方式来处理沸水 而且可以全回首 美丽湾的厂商曾经在电视上 像他说我们的美丽湾的污水处理 是你在上面上厕所 最后处理出来的水是可以喝的 有表示过他们用三级薄末处理 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那对于这个开发厂商来讲 他在还平或还差的阶段 他也都会承诺说 OK我会他像这个案子 他也说他废水会全部回收做浇管 就是你在饭店里面用的洗澡的水 上厕所的水 我们可以经过处理之后拿来去浇花 所以我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废污水排出来 甚至排到海里面去 像黄色的线就是珊瑚礁 其实跟废污水的排放有非常大的关系 可是这很有意思 是我在开发的过程当前 我当然可以承诺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承诺之后没有做到 其实也只是违反还差的结论 就我开罚的 那会怎么样吗 就开罚 就开罚 可是问题是我必须说了 现在开罚 第一个是你真的有这么强的机查 人力去做机查 现况下是没有的 你是做饭店的本身吗 或者是像包括政府官员 政府身份机会去做机查 机查其实是环保署的督查大队去做机查 督查大队的人力有限 所以多半都是像我们这样子民间团体 或是住在附近的人 觉得说真的是不行了 然后他们去检举 督查大队来查 然后才会罚一次罚两次 就比如说我刚刚讲他之前违法开罚 其实督查大队怎么会知道呢 一定是当地人发现不对 然后我们觉得这什么地方可以开始挖 美丽湾当初也是当地觉得怎么盖这么大的东西 他到底有没有经过审查 可是一般人对于环兵法怎么会了解 所以只是觉得有点怪去问问看 才发现要开罚 所以我们的机查人力不够的前提下 很多的承诺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被落实 还是要有赖全民的监督 就是对于环境来讲坦白说 就是在环差里面就是我努力做到承诺 我一次承诺比一次高 之前没有要捐回收 之前没有要用薄墨出的 就是一次比一次高 我承诺的越来越高 那当然最后有没有做到 对开发商来讲是成本的增加了 就是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是要有来大家去监督的 我觉得这有点荒谬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是感觉是在喊价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好 然后那好吧 那我就做了一个更好的东西出来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不知道 对不对或者是他当时做到之后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那这样的一种环境影响评估 或者是环差的这种评估 不是一种很虚无缥缈的这种 一种评估的过程吗 对所以在环差的 这是目前我们认为环平法比较大的争议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是尽力做到承诺 尽力做到调查 生态的调查 古迹的调查 调查完之后结果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是想办法去 其实环境影响评估啊 他的用意本来是希望我把环境相关的资源 调查好之后 评估这个地方能不能盖 可是多半的结果都是能盖 他是说 所以很多把很多开发单位 他都把环境影响评估当成是 我送来 我把调查做好之后 你们这些老师应该告诉我说 我怎么挖比较不会破坏环境 而是我可能的 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命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是尽量做到承诺 环平委员就是尽量要求说 你们要做到怎样 你们要做到怎样 所以下一次开会他就会 你们上次说这样子 我们遵照办理 你可以看那个记录 什么事情都是遵照办理 然后这一期是为什么省到六次七次 基本上你想想看他每一次不对的地方 那我下次就遵照办理 那到底是第七次 基本上什么都把遵照办理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让他不过关 尤其是像污水处理的部分 所以其实刚刚讲的污水 用水还有移植 那最后一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其实是叫做立极混铜层 它是一个火山岩喷发之后 其实很容易因为大雨 就造成滑动的一个区域 所以到底这个混铜层上面 是不是立极层上面 是不是立极二地 我想大家有听过 就是长不出什么草来的地方 其实就是相对宁言容易崩塌的地方 那这个混铜层上面 到底是不是适宜做这种大型的开发量体 包含了刚刚讲的这个五百间的饭店 它们有一百九十几个停车位 到底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开发 其实是争议的 那开发大会其实也是告诉你说 对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地调所证明 我们没有做没有滑动的吉祥 那我其实每次看到环超说 对啊你现在当然不会滑动 你什么都没盖 当然不会滑动 以后盖才知道会不会滑 那当然这个也是变回到专业的论战上面 就是地址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环境影响评估 我坦白说 要不是我们自己是在NGO组织上班 可以全职来做这些了解 其实一般人你根本不懂的情况下 你在环屏会议你要发言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环屏它只能处理环境的部分 它不能处理社会影响或社会发展的部分 也不能处理整体的量体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过去一直讲说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要做整体的 比如说观光总量管制 观光旅行管制的政策来讨论 我不是说不能开 而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 有没有一个量体可以做控制 可是因为现在完全没有所谓的上位政策 就是这个地方整体发展长相 其实都没有人告诉你 然后我们唯一的发展的方向叫做发展观光 促进产业发展 然后花东京就是观光 那这几年观光局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它永远都告诉大家 我们的路客又倍增了多少 我们来台的观光客又倍增了多少 我们的观光政策是无线往上爬的 就是现在还没有对于 当然会有要求值希望可以更好 可是每年在宣传的政策就是观光倍增 人数一直往上爬 在一个整体观光发展 是以倍增为前提的情况下 当然这个观光政策会鼓励 带更多的休闲娱乐空间 让大家有好的旅游品质 因为整体的观光政策 如果都还是朝倍增 而没有办法让环境跟观光之间 做一个永续的发展的话 其实坦白说这样的开发案 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 或者是会有更多厂商 大家会愿意进驻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想这可以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在于 所谓的刚刚最后 谈到一个整体的观光政策 甚至它是一个国土规划 整个国家整个发展 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不清楚的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在于说 即使我们在做环平 即使我们在做环差 它事实上它可能忽略了 这个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 我今天可能在某个区域当中 我去做好环平做好环差 可是在这个区域之外 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恐怕刚从中越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当中 似乎这个部分相对之下是比较薄弱的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看说 那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观光的问题 或者是说假设 这个所谓的饭店 这个开发度假村 如果真的开发之后 对于当地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 那还是有就业机会啊 那还是可以吸引人潮啊 我们经济发展会好啊 可是它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负面的可能性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参热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小 参热时光会客室呢 是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九点半 在公事新闻议题中心的网站上面会直播之后呢 会在公库的网站上面呢 会来做后续完整的播出哦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到的是前一阵子 通过环平会议的这个 三元中旅度假村的预定地的开发案哦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的是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蔡宗远 宗远你好 关老师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事实上我们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谈整个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包括整个同一个大上位道的一个所谓的观光政策 国土规划或者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计划 那但是我们又看到在环平上面 它事实上做的离地的啦 通常那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真正承诺的一种所谓的做法啊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 特别是在台东 我们知道这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那刚也提到了富山遗址的部分 我不晓得这个开发案一开发 基本上来讲 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族会造成什么样影响 不管是在文化或者是在生计上面 特别是我们知道 如果它涉及到跟传统领域有关的 这些所有的开发案的时候 事实上它也必须要更尊重原住民族的意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原住民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被看待的呢 其实这一次开发单位 一个非常重要的补证是 它在103年的8月 在赤同的部落会议当中 他们说部落会议同意这个三原中旅滨海度假村的开发 那这个同意基本上是 第一个我必须坦白说 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原住民族基本法21条 就是在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开发行为 因征求当地族人的同意 它已经越来越具体被落实了 这是一件好事情 尤其是我们对于部落会议的召开 也开始有原住民族部落会议的实施要点 那原民会也确实比较认真在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这么多年来的倡议 尤其在海岸开发案上面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那当然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还差都吵说 你们没有当地族人的同意啊 所以它开始进行这个动作 那在这一次的审查当中 它确实提出就是 部落会议有同意我们的开发这样子 那当然它其实跟部落会议的要点里面 其实几个东西不符合 包含其实是由村长是汉人 村长在里面当中一问一答的方式 去处理这些开发跟部落之间的问题 那同时 其实部落会议本来是要通知部落每一户的人家 可是我们自己反对 在当地反对的朋友 就完全没有收到这个部落会议的通知 那这当然是很明显的疏漏 那同时呢 在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的概念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 这张是有关于东海岸 在山源湾附近的传统领域的调查地图 那我们在山源这个地方是福达福达克 就是在赤桶的山源湾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调查地图知道 这个山源宗旅的度假设 它大概同时有设计几个部落 包含这个福达福达克大概是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从都兰部落移到山源湾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母部落 就是部落的发展它其实不是这么单一线性的 而是从整体这个部落各个区域来发展 第一个是都兰山 都兰山对于Puyuma 就是对于北南族的人来说是它的圣山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Puyuma 其实都兰这个地方 其实是Puyuma的传统领域 这是南王部落的传统领域 南王部落就是出很多歌手 很多北南族歌手的传统领域 那另外呢 都兰是这个地方的大部落 都兰在这个比较上面 就是这边 就是加拿大西这个地方 所以它其实这个地方 就是在山源宗旅滨海度假村的位置 其实是都兰部落的传统领域 同时也是加路兰 加路兰其实也是一个大的部落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不只是福达福达 就是我们一般讲说次同部落的传统领域 其实是都兰跟加路兰跟南王 像刚刚讲Puyuma就是非南族 那刚刚这个都兰跟加路兰都是阿美族 其实一个土地上面 他们其实土地不是像我们说 这块地是你的 这块地是我的 而是一个共有 共同的概念 那传统领域包含了做农作 包含了做狩猎的一些空间 其实都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空间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真要来做 这个地方对于 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认定 其实它要争取的统一 其实不只是一个小小 大概一百户以内的 大部落而已 它确实是现况下距离 这个开发案最近 可是从原住民族的角度来说 其实它涉及的 其实是不同几个大部落共同当中 必须要一起来处理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开始要懂得知道 要征询当地原住民族意见 然后对于传统领域 开始有更多的认知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做到的是 尽可能让这个地方 当地的原住民族 有知道这个案子 我觉得光告知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 那现在是都兰的也不知道 加勒兰也不知道 你只是自从最临近的 这个小小的部落 知道这个开发案 先不要讲同意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就已经是 有资讯上面的落差了 所以我认为 在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跟我们要征求 原住民族同意的前提下 其实我们要尽可能的 照原来他们 因为我们特别 把这些传统领域的东西 拉出来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到 争取原来在这个地方 生活的人的同意权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在 接下来的开发案当中 要尽可能 不是尽可能 是应该都要做到的 就是遵守原基法 基本的规定 那当然 其实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生活模式 遭到很大的挑战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非常清楚的展现 这不只是原住民族里面的 发展的两条路的选择 其实在我们汉人社会也一样 没错 就是这种发展途径的想象 其实确实很难 单一的一个方法来说 那可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 想想看台东这几年的发展模式 尤其台湾的观光发展模式 去年我们因为这个服帽的运动 所以全国就召开了这个叫全国经贸国事会议 开始讨论经贸到底国家怎么样发展 那时候有办各区的会议 那在台东区的会议当中 有一个观光协会的代表 不是代表 秘书长就直接说 他说我们希望可以引进外劳 那为什么引进外劳 他说因为我们的观光旅途发展的非常的快 但是我们找不到基层的洗碗的 整理房屋的 这个要引进外劳 才有办法去做这些比较基础的一级工作 那这个事情 当然引进外劳 绝对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可是它至少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台东是有这种基础劳工的工作机会 可是没有人做 所以他才要说我们要引进外劳 那这个事情也凸显了 其实在部落里面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美丽湾曾经在地方做过征采 他的那个上面说 确实他有针房屋部的主任 餐厅的主任 是很多行政的主任 却都有开出来 可是他相关条件要有相关工作经验 譬如说四年以上 譬如说要精通两国语 因为我们是观光饭店 我们不能说中文 所以其实他相关条件一开出来 其实有这样能力的人 可能大概 纵指是部落的人 他在外面大概都有办法讨到生计 所以对他来讲 可能是回家工作的契机 可是能不能肉食他回来 这件事情不是单一工作机会而已 那一直在讲说当地缺乏工作机会 缺乏工作机会的这些人 在这样的产业当中 能够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其实你大家自己想一下 大概就可以很清楚 其实是基础劳动是相对于当地族人 比较容易可以留在当地的族人 因为他可能本来是靠着余劳 因为他如果有相关专业的人 其实不见得会留在部落里面 那这个确实是对于 那可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连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 不过在美丽湾的这个议题当中 就是当时也是很多的基层的劳动的开缺 可是当地就有一些人说 你看嘛你就叫原住民做这些工作 那似乎又对这样的工作又不满意 那现在要找外劳来 然后又觉得外劳要去抢了本地原住民的工作 那这其实很多的问题是更纠结 或是更基础的问题不是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挑战的其实是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 提供什么样的工作机会 是适合在台湾各地区域当中一起做发展的 那当然我觉得对于饭店业的工作机会 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这么样的完全反对 但是为什么饭店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讲说 饭店里为什么要盖在一个环境敏感的区位 这个是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就我觉得一个城市里面有各种 阶层的工作机会 这件事情是无可避免的 而且也是应该要去提供 不同的工作需求的可能 但是在一个环境敏感的区 你这个机会可以开 就三远离台东市大概开设 就是十几分钟而已 对 真的非常远的距离 那一定要在一个环境敏感的区位 那这个区位发展的时候 它其实带动了现况下 嗯 九十几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东海岸台湿一线没有这么好的路幅 同时也没有这么多观光客进驻 那时候三远是海水浴场 可是这几年我们在东海岸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观光游览客 都是陆客 那在几个地方 我们常会说那个普悠马号都开在海岸线 不是开在重谷的火车道上面 因为那个大型的那个巴士流连在一起 就跟普悠马一样五彩缤纷 而且其实一连就是十几台 就现况下 其实有非常大量的观光客 已经要路过这些东海岸的区域 可是这些路过带来的经济效果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少的 不是说土地 就是对于特定的一些厂商是有协助的 因为他们是有旅行业的这个私乡售售的模式 所以其实在都兰地区 其实最红的地方其实是水往上流 这是一个free可以上厕所 然后有景点可以看的一个地方 那除了游览客之外 大量的小 就是我们自己台湾内国内旅游 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都兰 那都兰这个地方为什么受人喜欢 是因为第一个他有文化 他有意识 他有很多的创作者在这个地方生活 那 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是住一个饭店 还是来体验生活的 那以国内旅游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整体的海岸发展 其实在花莲整个花东海岸当中 第一个以游乐园度假村的形式开发的地方是远雄海洋公园 跟它上面的越来饭店 其实到现块我们一直整个东海岸 唯一一个比较大量住宿的地方就是越来饭店 其实其他地方都还是比较小型的民宿 可是越来饭店那时候为了要开通 让花莲市的车流可以很快速的到台11线 所以其实把那个台11线拓宽成四线道 现况下大家都可以还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个四线道 可是拓宽之后第一个他 越来饭店它位置旁边的部落是岩寮部落 岩寮国小在饭店还没有开始动工的时候 马路先拓宽了 因为那时候开发商说 你马路要展现成艺嘛 拓宽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你们真的想要开 好好对我们的地方发展 所以才开始做好马路之后 他才开始开挖 可是马路一通之后 其实那个岩寮国小就废宵了 那废宵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其实我们希望追求更好的教育空间 所以其实住在地方 马路通很方便 我们就把小朋友送到吉安去 送到华莲市去念书 所以其实光从这个开发的过去的经验当中 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 当我们一个比较便捷 或是比较大量开发的时候 我们想象中 可能可以提供一些部落的工作机会 可是实际上 到底对方吃不吃这铁药 这件事情是很大的问题 那回过来 我为什么都然这几年是一个兴盛的状况 是因为其实他们把传统的生活模式 甚至在都兰比的开发 经过部落年轻人的串联 用为死大而跳 就为土地而跳的跳舞的形式 去把这个大型的开发案 把下先挡下来 现在目前正在跟东莞处讨论 怎么样把那个地方 发展成部落想要的样子 所以他跟当地的住民一起共同讨论 发展出他们想要的模式 甚至你不是只是给他单一的选项 然后不断告诉他说 这样发展超好的超棒 你们有很多衣食无缺的 现况下就是这样处理而已 所以其实我认为部落的文化 跟部落能不能开发 这件事情其实是 经由部落的族人来做共同的讨论 在充分的资讯下 共同的透明的讨论 用传统的方式 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前提 那我们坦白说 对于部落来讲也是外人 因为我们就是 虽然我是住在花莲 可是他们说 你们是都市来的人 我们的角度 我们也是希望说 部落的决定之后 那我们站在整体 台湾的国土和环境的角度 我们觉得说 如果部落决定 其实是对于环境 有非常大的危害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表达 我们的想法 然后给部落做参考 说这确实开发之后 不只是部落这个地方 有可能有环境相关 不然是天然灾害 或者是有可能壁滑之类的现象 那第二来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 不同的角度一起潜入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反对开发 或是并不是反对观光 而是什么样开发 什么开发 开发在什么样地方 什么样的一种 整个配套的措施思考 那也就是说 海岸真的是要去盖房子吗 是要开度假村吗 难道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做选择 让海岸回到原来海岸 让里域 传统里域变成传统里域 而它反而是一种更长远的观光 就像刚刚谈到了 我们在思考海岸的问题 我们在思考所谓的发展的问题 事实上都考虑到的是所谓 观光客倍增 可是倍增 在很短的时间 它可能来了 以后还会再来吗 那来了之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是大概 我们在整个国家政策上面 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 地球公益及机会的中越 来一起跟我们分享 这么重要的议题 谢谢中越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